你可以再調一個寬度 也就是說將來我的地圖放上去 配合手機 能夠有一個大小放在這上面 那該怎麼做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說 請各位看一下 這個時候需要用到一個所謂的CSA樣式 CSA樣式 就是說 所謂CSA樣式 就是我要去制定這個DIV 它的相關的 比如說 它的大小 它的寬 它的高 它的邊框 等等的 就是從CSA裡面去制定 所以第一步 先插入一個什麼 DIV 名稱給它叫MapDIV 第二步的話 就增加一個什麼CSA樣式 那增加樣式的方法 特別注意 它的按鈕非常的小 切到這個CSA樣式裡面的 的右下角 這個方式 跟以前如果你有學過 Adobe相關的軟體 就會知道了 像Photoshop裡面也是這樣 它的功能都在 這個 這個面板的右下角 會有一個加號有沒有看到 加表示它要新增一個CSA樣式 一支筆的話 表示什麼 修改的意思 刪除在這裡 所以我們要新增 新增一個CSA樣式 這個地方的話 請你按一個加號 新增CSA樣式 點下去之後的話 它會問你說 你要新增什麼樣式呢 那我要新增的是一個標籤 這個所謂標籤就是說 我要針對它 去做一個格式化 所以它的名稱叫什麼 你要告訴它 這個標籤呢 名稱請你要對應到這個名稱 在前面加上什麼 警字號 這個方式跟前面寫程式的時候也是一樣 就是說呢 前面加個警字號 然後這邊 這邊說 新增一個CSA的一個標籤 這個名稱就是叫什麼 就是警 加個警有沒有 然後面加個MAPDIV MAP然後底線 DIV OK 這樣子 新增這個名稱 對應到的就是它 就可以把它做格式化 那按確定之後 要做哪些格式化 特別注意這個地方 警MAP 哦 那再來特別注意哦 我要 1 這個有點有點 可能要注意啊 2 對不對 3 下面這裡 那你的規則有沒有 不能放在 JQuery Mobile 要放在哪裡呢 放在此文件 此文件就指的是什麼 index.html 所以你會發現哦 我們那個範例檔上面都有那個CSS 就是 加在此文件裡面 按確定 標籤 名稱 名稱不能使用 或英文 還是這個是多的 我看一下 針對這個標籤 哦 對 這個MAPDIV 就是說哦 如果你將來要顯示出來的是 比如上面朝進公園 那它就位置在這裡 當然你可以把它放大縮小 那至於這個放大縮小的 有沒有 這邊可以按按鍵可以去再放大縮小 那我再切回來 特別主要 那第一個 在裡面哦 我插入一個這個 DIV對不對 DIV名稱叫做MAPDIV 再來的話 我需要給它做什麼呢 做一個插入一個什麼呢